大家好,我是李珍炫,今天是词汇练习的第三解课 今天的内容是关于亲戚的 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些单词 家族,姑母,妲娜,同姓, 딸, 사촌,姊 大家确认一下这些单词的意思 好,下一篇 어머니, 조카,亲처, 큰아버지, 형, 삼촌,子依 好,下一个 결혼, 누구, roommate, 부부, 서로, 아무 계시다, 댁, 들이다, 드시다, 뵙다, 잡수시다 我们注意到了这些单词都是一个尊称的表示方式 下一组 귀엽다, 다정하다, 똑똑하다, 부지런하다, 예쁘다, 착하다, 잘생기다 这些应该是形容外貌或者性格的形容词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真题 首先括号内,方块内出现的两个单词的意思是 서로,互相 말씀,话语 那么第一句话 선생님,你们什么? 잘 들으세요 잘 들으세요 这个是好好听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好好听老师的什么呢 当然我们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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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句 ドゥブン ブナナゴイッタ 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ハゴイッタ 这是一个表示进行时的状语 那么两位 我们整个位 ブン 我们有很多意思呀 可以是一份两份的份 可以是一份两份的份 这里我们表示是一位两位的位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两位正在做什么呢 正在相互问安 好,下一句 括号内的两个单词是 清心 察不思议 我们注意到了 察不思议 是一个吃的 真称 哦, 어머님의 선물을 사러 백화점에 갑니다 我们首先 动词后面加了 这个是一个表示动作的目的 目的 백화점에 간다 去百货商店要做什么呢 선물을 사다 买礼物 那么这句话的词已经出来了 去商场买妈妈的什么礼物呢 很想然我们需要买一个妈妈的生日礼物 这个 생신 也是一个生日的尊称表示 下一个句子 我们上一节课说过 区分过这三个形式的区别 首先这个阿 它要在前一个词中有 或者阿 这几个 这两个尾音的话 需要加阿 其他的形式加阿 然后我们这里出现的 它是一个特殊变化的方式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爷爷您怎么样早餐了吗 当然我们需要 吃 因为是爷爷嘛 我们需要给一个尊称 目的尊称 我们这里出现的是 下一句 方块内出现的是 我们这句话里边 我们知道这个 是拿我的一个尊称表示 当然不是尊称我自己了 是尊称对方 我的中国朋友 怎么样 我们想选择 我的尊称朋友 怎么样呢 很亲切是吧 因为我们有一个收音 所以用hammida来结尾 下一句呢 又出现了 才特的 好好听 好好听 才特的 动词后面出现了 或者有的动词 天恩 也有可能是 这种形式 我们要注意到 这些动词后出现的 这三种形式 是表示 形容词化 好好听到 什么样 那这句话 首先 居意识 哲秀是一个 很听老师话的 孩子 什么样的孩子 很善良的孩子 然后是一个选择题 选择题 我们这里有 打鼓扑了哟 打鼓扑了哟 这是叫做什么 或者说被叫做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妈妈的妹妹叫什么 我们首先看一下 四个选项 A 哭母 B 姨母 C 松母 D 阿俊 大家选了什么呢 当然选 姨母 哭母是姑姑的意思 是吧 这是要爸爸的妹妹 才可以 那么下一句 第二 这里我们出现的是 日嘎 日嘎 这个也是一个 表示将来的一个语态 而且表示一个意愿的 性质很强烈 那么表示一种 什么样的意愿呢 这里面的词译是 大叔需要帮忙吗 如果我们说中文 需要帮忙吗 已经这句话 已经完成了 但是在韩国语之内 这个帮忙是要给予的 是要给出去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括号里边 填一个给的动词 但是给呀 因为前面是 大叔 我们需要尊称一下大叔的 所以这个给 首先我们看一下 四个选项 A 普大 看 B Sikida 使 C Chushida 给 D Turida 也是给 那么我们就先要区分一下 Chushida和Turida 这两个给有什么区别 都是给 两个动词的区别 发生在给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Chushida 这个是要给我 Turida 这是要给别人 清楚这两个区别了吗 那么 问大叔您需要帮忙吗 这个帮忙是要给大叔的 所以应该是 选项 D 给大叔的一个帮忙 OK 下一题 Cham 怎么样 Gesumida 第一次 哎呦 第一次 我们这句话应该一定很熟悉了 Cham Pek Gesumida 第一次 见面 初次 见面 所以这条题我们要选 A 第二个句子 Karukida Karukida 有两个发音比较类似的单词 我们这里出现的是 Karukida Karukida 有交 指点 告诉 这些词语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可以翻译成这个样 老师请您把地址告诉我 什么地址 A 抄拿 电话 B Cangham 姓名 这个Cangham姓名也是一种尊称的表示方式 我们比较熟知的姓名应该有 Irim Irimi Weil 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这里的Cangham 是一个尊称 C Yonse Yonse 也是一个表示岁数的尊称 我们知道表示岁数的单词应该还有Nai Nai 而没有 您几岁了 D Tek Tek 是家 家的意思 这里面的家 我们知道有个家叫 Jib Uri Jib 我们家 但是这里的家也是一个家的尊称 因为我们的主语是Cangham Nim 老师 所以对于老师的所有表达方式都使用了尊称 那么我们 这道题应该选地 老师把您家地址告诉我 好 下面是找出反译词 首先第一道题出现的是 Keyo Keyo 懒惰 我们出现这个词 那就找一个懒惰的反译词就好了嘛 懒惰的反译词 首先我们看ABCD中哪一个比较符合懒惰的反译词呢 A 阿伦 B 不知了 C C 他叫哪的 D Chakada 这四个词应该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选 B 不知了哪的 洋溢很懒吗 当然不 他很勤奋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也是 这 阿 阿 有的区别 下一道题 Mori ga Napaya Mori Mori 头的意思 是吧 Mori是头的意思 然后 Napuda 坏 头坏 这是一种韩国语的特殊表现方式 是表示不聪明的意思 那既然 那既然 Mori ga dappayao 是不聪明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ABCD中选择一个不聪明的反译词 A 参考一下这两个句子的翻译 那么下一个是 orin ai orin ai 岁数很小的孩子 小孩子嘛 那么我们找一个小孩子的反译词就好 A 当然想选 西 对应小孩子的是 成人 大人 但是我们这句话需要有一个注意的是 k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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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什么 一样 所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虽然他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但是说出话来像大人一样 好 我们需要下一题 a 는 사람이 없어요 alda 动词 知道 认识 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动词后边出现的这个 는 或者 l 刚刚说过 动词后边出现的这三种形式 是把这个动词形容词化 所以是 知道的人 opda 没有 没有认识的人 认识的人 没有 跟他相反的词译有 a 有名 b 不漂亮 c murda d bisada 没有人认识 在中国 这个歌手 没有人认识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这个歌手在中国 没有名 无名 所以我们想选 a 是吧 参考一下这两个句子的 句义 这下面的四个题是选择 近义词 那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标志出来的单词是什么意思 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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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亲国 朋友 游家 亲国 女朋友 跟女朋友 相近的词译 我们看一下 a 兄姐 b 学生 学生 c a in d como 子应该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选 c 那这个句子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lo 我们刚刚说过了 动词manada 动词后边出现的lo 是表示一个行为的目的 kata 去了 去做什么呢 见 去见谁呢 见女朋友 这是表示一个去的目的 还有一个是 什么什么什么go kata yo 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去见女朋友了 好像是 好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kakkapke chineyo kakkapke 我们知道kakkapta 很近 附近 后边出现一个k 又把这个形容词 副词化 很亲近 di chine da 过 度过 过得很亲近 我们想选一个过得很亲近的 进译词 首先看abcd a kata a kata china da b china da c toktokkata d ta jangata 同学们选了什么呢 china da 我和 我和 游泳 很亲近 当然就是 过得很近 好 下一题 还是找出记忆词 tiri go 怎么怎么样 表示一个请愿 tiri da 给 我们之前说过 tiri da的给是 给出的方向 tiri da 给的记忆词有a 出的 给 b tiri da tiri da c pui da d shiki da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四个单词的意思 所以 我们选 tiri da 没有尊称的形式 a 出的 第四句 tiri seo 一个过去式的疑问句 tiri da tiri da 吃的 尊称 所以我们选一个 吃相近的词 就可以了 我们a出现了 吃 mokta的动词原型 b pipta c kishida d puda 所以我们一定是选了 a mokta 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kandana 是简单 的 形容词 但是kandana k a 这个单词就变成了 副词的形式 g1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然后我们需要找一些这个单词的搭配错误 首先给出的单词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chakage 这个是chakada 善良的副词形式 chakan 这个是形容词 chakada 善良的 善良的这些单词搭配的具意 我们大家先看一下 提供一下 g1 大家选什么了呢 我选了c为什么呢 chakada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 u se chakage i bata 那孩子 衣服穿得很善良 我们一定知道题选得很容易是吧 因为只是一个简单的 衣服穿得很善良 词意搭配错误 所以我们选了 si 下一题 这里出现的单词是プルダ 的几种形式 首先プルダ 这个动词原形应该是 叫善 或者也有唱的意思 我首先看一下这几个形式 a里边出现的プルダ 这应该是プルダ的 过去是 プルダ 叫 プルピダ うしだ 这应该是表示一个 情愿 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吧 プルぬ 又再一次出现了 动词后边 ぬ 先看一下参考的句意 同学们选择一下 哪个是搭配错误的呢 大家是不是跟我选了 同样的答案呢 D 그 문제는 선생님がプル는 게 좋겠어요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那个问题跟老师 叫一下 或者唱一下 就好了 这个跟刚刚是同样的问题 只是一个搭配不当的 错误 问题跟老师应该是 商榷一下 会更好一点是吧 所以 D 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三 レガ 我们知道 レガ 是一个主格的形式 然后是 哪 的一个 变形 我 无理 我们 チョイ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两个我们的区别 一个就是 平称 一个是 村称 然后还有 プル 我们之前 看到过这个 プル的出现 我们说有三种 词译可以搭配它 一个是 分 一个是 分 这里面出现的是 尾 那么整理一下 这四个句子 的句 考虑一下 哪些搭配是 错误的呢 大家选了 A了吗 大家一定很 疑惑 为什么选 A呢 因为我们说 韩国语是有一个 尊称的 表现系统 レガ マイスンツリゲッスミダ 我们这里出现了 トリダ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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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出现 很多次了 这里的给 トリダ 的给 是一个 给出的 方式 我给别人 既然动词上 使用了尊称 当然这种 字称上 也需要使用 尊称的形式 レガ 当然不是一个尊称了 同学们知道 我的尊称 应该是什么吗 这样才是一个 正确的尊称 表现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了 A 好 我们看下一题 这里出现的 也是 トリダ 的各种形式 トリダ 我们刚刚说过了 トリダ 是给的意思 而且这个给的方向是 给别人 从我 往外给 第一句是 トリダ 给的 过去是 第二 トリダ 给 给您吗 疑问是 トリダ 给大家参考一下 去意 然后大家考虑一下 好 大家选择 第几项了 是C吗 从已经给出的中文翻译中 我们一定是选不出来这个答案的 因为 因为 爸爸给了零钱 这个中文翻译 我们看着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 从韩国语的角度来讲 爸爸 有这种形式 然后还有 父子 给 할머니 给 只有一个 给和 这两种形式 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 给 是像 在 但是这个像呢 应该是 从 我们 像 比如说 A 아버지 给 话 说 我有话 像 爸爸说 我有话 像 爸爸说 但是我们 C句出现的 께서 아버지 께서 用 道 呢 提了 说 从 爸爸 处 给了 零钱 从 爸爸 处 所以我们 这个 零钱 是 爸爸 给 我们 我们的 从 外向 里 从 别处 走向 我们 所以 这种 从 别处 走向 我们 爸爸 给我们 零钱 的时候 我们 不可以说 子力大 这是一个 尊称 是吧 但是 尊称 是应该 用在 对方 身上的 这个 零钱 是 走向 的 目的是 我们 所以 去下 打 是一个 正确的 表述方式 大家 理解了吗 好 今天的单词练习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下节课再见